严永烈、阿翔、浩子主持的网络节目闹着玩 从开播至今已经迈入第四年 不仅YouTube频道订阅数冲破35万人 制作团队日前也到日本出外景 据悉节目在2019年开播时 就接到来自多个国家的观光局采访邀约 无聊疫情的来临将原本的计划全数打乱 甚至直接断了团队的营收 导致节目直到开播的第十个月 团队才勉强支付了第一笔三万元的薪水 当时严永烈、阿翔和浩子三人 被媒体询问到薪水问题 一直能苦笑着带过 随后因疫情还会受控 节目的营收也受限 因此团队拖欠了他们三人长达三年的薪水 不过据近周刊透露 近期节目营收已经稳定 所以三位主持人有望在今年底 赢到第一年的主持费 进而大约是超过两百万元 总算是熬出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